中广董事长赵绍康说的口莫横飞 因为就中广委托盖洛普公布最新总统民调 侯郭配有23.2%还是老三 输给赖清德萧美琴30.4% 还有柯文哲黄珊23.9% 若是换成郭侯配有25%支持度 窜身到第二 唯有当蓝白合作侯科配 才能以39.6%支持度 超车赖清德萧美琴的34.5% 成为胜选方程式 问题是侯科配真的可能吗 尤其当侯友宜一谈气柯文哲 侯友宜在各份民调里和柯文哲互贞老二 逼得侯友宜把对手从赖清德转到柯文哲 出手也越来越重 气候宝科在基层不断发酵 侯科被现实逼得呼打 小鸡们也被逼得做出选择 罗志强喊出政党轮替大联盟 再到参选人想请柯文哲站台 强调不该跨党站台 国民党嘴巴喊蓝白河 在野大联盟 却在要力保母鸡还是小鸡的两男下 进退失聚 静新闻学员林志豪参谱到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